回来的先生 那也确诊 他仍然有病毒 疾管署31号晚间 再开记者会火速说明 台湾武汉肺炎 第十例确诊 累死感冒 后来感冒也痊愈了 不过现在还在体内 可以测到相关的病毒 所以还是列入 我们的确诊的个案 也要做一个隔离 整体来讲 我们还没有往外扩散 我们这条线 还是守住了 由于是死病毒 并无感染力 第十例的先生 跟第九例的太太 两人属家庭群聚 太太被在武汉的丈夫感染 这名轻症感染员 12号返台 22号发病就医 目前已经痊愈 但这名轻症感染员 当初只被诊断为感冒 并未隔离 和家人相处外 过年也和亲友见面 接触人数评估 约有12人持续监测中 是这样的一个通报定义 所以他先生在那个时候 他这个检查没有肺炎 虽然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通报定义也跟着调整 第十例的武汉台商 一开始未被确诊 就是因为1月20号的通报定义 当时为发烧及急性呼吸道感染者 到了1月24号 才改为发烧或急性呼吸道感染者 最后在1月31号 定义更放宽为 有接触过中国大陆 古北返国者有发烧或是上呼吸道感染的人 没有症状的患者或者说是传染者 你看在河南安阳市就有一位这个鲁毛毛 他没有症状 但是他的家人却传染了 在中国一起乳系女子个案 曾经一人传染给5个人 但自己却没有发病 随着武汉肺炎发威 病毒还会死灰富人 再让痊愈者中标 还有没有漏网轻症 机关署会持续裁检监测 全力守住防线 三续SNG小组台北报道